你看你看你看你把他抓过来了吧 哈喽 众所周知德云社自古返场废师傅 如今返场废大爷 没想到海外巡演变成了废孟贺堂 师傅和大爷一起斗孟贺堂 差点把孟贺堂玩坏了 在海外演出返场期间 孟贺堂看到其他师兄弟都给于老师讲笑话变魔术 于老师都非常的配合 孟贺堂就想给师傅讲一个故事 没想到师傅并没有上当 不得不说将还是老的辣 没能成功的孟贺堂又反过来想要套路千大爷 没想到千大爷也不上当 还反过来套路了孟贺堂 无奈的孟贺堂只能灰溜溜地回去了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师傅和千大爷真有默契 孟贺堂真不愧是德云社的开心果 孟贺坏堂也重新上线了 之前是霍霍东西 现在是霍霍自己 在之前郭老师就曾发过一段视频 郭老师带着徒弟们一起聚餐 但吃的明显不够了 这时孟贺堂问师傅附近有什么好玩的 于谦则表示湖边有美女游泳的 害得孟贺堂在河边蹲了一下午 这还有什么好玩的 这还不够好玩吗 吃着喝着聊着多开心啊 多好玩的 看这什么样子 好有这个姑娘们穿着比基尼带游泳 个子比较好赞 你先去一下 什么圈还穿比基尼 人不骂了 你这没看见 这三点是比基尼也好 好看着呢 好看着 看一看一回了 是吗 是吧 再回就够了 再回就够了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孟贺堂还是太单纯 还有不少网友把这一幕告诉了于大娘 不知道千大爷回家会不会跪搓衣板 不得不说有孟贺堂在舞台上会格外的欢乐 特别是孟贺堂跟鸾云婷一起变魔术 蒙骗千大爷 逗得现场观众捧富大笑 也难怪每次风箱都会踢孟贺堂 孟贺堂就是德云社的开心果 有孟贺堂在的地方就有无尽的欢乐 你们觉得呢 不是真正硬的吗 闇是孟贺堂的吗